上门龙旭 第2961章 天罗帝网 此时此刻 周家庄园附近 罗斯柴尔德家族安排的大量特工 此刻就隐藏潜伏在周家庄园周围以及庄园内部 他们甚至买下了周家庄园旁边的另一栋别墅 并将那里当成了行动的指挥大本营 在别墅三楼那个能俯瞰周家庄园的房间里 他们架设了大量的监控设备 同时安装了整面墙的监控设备 其中还有多个角度是热成像的画面 除此之外 还十几个人在这里24小时严防死守 在这栋别墅的楼顶 始终有多名狙击手待命 结合热成像的帮助 他们可以在近千米的距离准确击毙藏匿草丛里的一只老鼠 自从四方宝状被周梁运掉包 他们就开始在这里进行监控 不敢说能让一只苍蝇飞不出周架 但起码 任何有温度的哺乳动物 都不可能从他们眼皮子下面溜走 这时 一架直升机呼啸着飞入别墅的院子 待直升机平稳降落之后 正值壮年的史蒂夫和他的儿子罗伊斯 一起从直升机上走了下来 现场负责人已经在此等候 见到史蒂夫 便立刻上前 恭敬地说道 大少爷您好 我是汉克 吉尔伯特 您可以叫我汉克 我已经为您准备好了办公室和休息的卧室 如果您还有什么其他的需求 尽管告诉我 汉克是霍华德最信赖的心腹之一 之前是国土安全局的顶级特工 铁血手腕 杀人如麻 目前专门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操作这些脏活累活 虽然他只听命于霍华德 但是他也很清楚 这次霍华德让史蒂夫过来 就是让他来领功的 一旦史蒂夫拿下这个功劳 未来的家族组长非他莫属 所以他对史蒂夫也分外客气 史蒂夫也很清楚 汉克是自己老爹的心腹大将 若是能与他拉近关系 将他收归己用 对自己将来继位一定有很大的帮助 于是也非常客气地说道 辛苦你了汉克 希望我和罗伊斯不会给你带来麻烦 汉克连忙说道 哪里哪里 您到我们这里是指导工作 我们这么长时间在这里都没有实际收获 您来了 说不定就能为我们带来突破 史蒂夫没想到 汉克这种国土安全局出来的硬汉 说起话来竟然还这么好听 一记马屁拍的 自己都有些轻飘飘的 甚是受用 于是他便笑呵呵地说道 汉克 若是我们在这里找到四方宝状 你绝对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头号功臣 史蒂夫心里很清楚 自己既然来摘桃子了 那第一功臣就肯定是自己的 之所以这么说 也是捧一下汉克 让他知道 自己不会亏待他 汉克笑着说道 若我们真能在这里找到四方宝状 那也一定是大少爷 您应您领导 汉克心里也很清楚 找到四方宝状 霍华德自然不会亏待自己 至于是不是什么所谓的头工 自己也根本就不在意 罗斯柴尔德家族 就是一个家族 家族自然以家族核心成员为本 自己拿钱就好 功劳这种虚名 还是留给史蒂夫 毕竟很可能以后他就是自己的主子了 于是 双方商业互捧一番 各自心中皆大欢喜 史蒂夫父子二人 在汉克的带领下来到三楼 远看着周家的庄园 史蒂夫问汉克 庄园内部都搜遍了吗 汉克忙道 何止是搜 我们已经悄悄用探测仪 把整座建筑 和所有院子的区域都照过了 暂时还没任何发现 史蒂夫有些诧异 问他 那四方宝状就是金属的 探测仪没有发现 是不是意味着他没在这里 不好说 汉克解释道 周彼得那个人非常狡猾 他既然敢调包四方宝状 就一定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这别墅里 光是大小暗示 就超过十个 所以 或许这别墅里 还有我们没找到的暗示 也说不定 好 史蒂夫点点头 开口道 就是把整个周家 挖第三尺 也要把四方宝状给我找出来 汉克无奈地说道 绝第三尺 暂时还不现实 毕竟FBI警告过我们 如果做得太出格 可能会引发很多麻烦 而且我们在周彼得身上 已经失去了先机 现在全美国 都在指责我们 如果我们 还把周家绝第三尺 我怕到时候 我们会更加被动 史蒂夫点点头 陈思道 周彼得目前还在医院 不过 我估计用不了多久 也就出院了 我估计 到时候 我们迫于外界压力 不会再把他送回监狱 一旦他改为无罪释放 回到这里 说不定 他自己 就会带我们找到四方宝状 说到这里 史蒂夫淡淡道 有的时候 我们不应该抓住 偷粮食的老鼠 而是应该放他走 悄悄跟着他 找到他藏粮食的地方 然后再给他 来个一窝端 汉科一听这话 立刻竖起大拇指道 大少爷 您说得太对了 如果把周彼得放了 然后暗中跟紧他 他一定会带我们 找到四方宝状 史蒂夫微微一笑 开口道 我稍后就给父亲打个电话 让他安排一下 将周彼得无罪释放 看看周彼得会不会回来这里 如果他回来 那我们就赢定了 此时此刻 唐人街 沉寂稍额 今天不是周末 也不是华夏传统节日 不过整条唐人街 却张灯结彩 非常热闹 在沉寂烧鹅店的门口 簇拥着一大群人 好几个武师队 敲锣打鼓地 从四面八方走来 排着队在烧鹅店门口 舞上片刻 叶辰有些惊讶 不知道为什么 这些人要到沉寂烧鹅的门口舞狮 于是便好奇地询问跟前一个男人 哥们 怎么这么多人在沉寂烧鹅的店门口舞狮子 那人一脸笑意地说道 烧鹅店的老板强哥 现在已经是整个华邦的新老大了 他们不但把燃烧天使赶出了唐人街 重新接手了唐人街 更重要的是 新帮主今天早上宣布 华邦开始重新组建 以后将永久停收唐人街商户的保护费 这对我们这些做小生意的来说 自然是个天大的好消息 唐人街从行程的那天起 就一直没能摆脱帮派的掌控 在这里做生意的商户 也没有一天能够免除保护费 不是交给美国的本土帮派 就是交给唐人街的华人帮派 直到今天 保护费才算是被华邦明确停收 叶晨听到这个消息 知道这肯定是强仔的决定 强仔是非法移民留下的孤儿 又一直跟着陈兆忠 在唐人街见多了普通商户 在这里生活的卑微和凄惨 如今自己成了华邦的老大 想切实为唐人街的同胞做些改变 也是一件好事 这也让叶晨对强仔多了几分赞赏 毕竟 不欺凌弱小 一直是他做人的基本准则 一个帮派若是想要做大 就必须向上看而非向下看 若他将来整日只想着 从唐人街这些小商小贩的身上捞钱 华邦在他的手里 也肯定难有大的发展 现如今 强仔能够断舍弃底层民众 给华邦带来的收入 就看得出他 已经决心 要让华邦把赚钱的方向 锁定在更高一级 有向上的决心 便是一个好的开始 眼看烧鹅店这么热闹 叶晨也没在往里挤 而是拿出手机 给陈赵忠打了个电话 约他来到附近的公园见面 两人见面之后 找了一个无人的长椅 叶晨便将自己进到监狱里的经历 大差不差的 跟陈赵忠介绍了一番 当陈赵忠听到四方宝状的故事时 整个人经得目瞪口呆 他问叶晨 少爷 关于四方宝状 您现在是什么打算 叶晨道 眼下我要先把四方宝状 安全地从周家拿出来 然后再想办法 把四方宝状运回华夏 陈赵忠私存片刻 开口道 少爷 罗斯柴尔德家族 现在肯定在监控着周家 您想到周家取东西 怕是没这么容易 叶晨点头道 罗斯柴尔德家族 这么在意那个四方宝状 恐怕早就把周家 翻个底朝天了 没有收获 他们也肯定不会放弃 一定会暗中守着整个周家 所以我打算 今天晚些时候 到周家去一趟 摸一摸他们的底 陈赵忠问 少爷 贸然靠近周家的话 会不会打草惊蛇 叶晨淡淡道 没事 我不会贸然去周家 一定会先把暗中盯梢的人 都找出来 再寻找机会 这个我有把握 说着 叶晨又道 对了 中书 我打算今天晚上就找机会把四方宝状取回来 然后想办法把它运回华夏 您觉得用什么渠道最保险 陈赵忠沉思片刻 开口道 少爷 罗斯柴尔德家族 在美国的能量非常大 四方宝状丢失 他们明面上只是抓了周彼得 但实际上 恐怕早就已经在周家方圆百公里内部下了天罗地网 正常的渠道恐怕都很难将四方宝状带出去 尤其是出入境的渠道 肯定是他们严防死守的重点 叶晨点了点头 道 周家的庄园就在纽约的边上 等我拿到四方宝状之后 就先开车回纽约 回到纽约之后再做打算 陈赵忠问 少爷为何要再回到纽约 叶晨道 既然往哪走都是天罗地网 那不如干脆就回纽约来 纽约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大本营 是罗斯柴尔德家族 防守最严密的地方 但也是他们漏洞和弱点最多的地方 只有在这里 才能找到合适的突破口 请不吝点赞订阅